一百日三年吉安乡长杯羽球赛周六在宜仓国中活动中心热闹开大了 而今年共有29支队伍共221位球友报名参加 说专业的嘉宜宾组还有乐林组 也让更多喜爱羽球运动的民众都有下场比赛的机会 而吉安乡长游淑珍也特地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支持羽球运动 吉安乡长杯羽球赛已经迈入第四年 吉安乡长杯羽球赛已经迈入第四年 吉安乡长杯羽球赛鼓励更多乡亲一起加入运动行列 活力 体力 耐力 汗水淋漓 带来的是互相在运动场上竞技的快乐 还有带来生活的抒压 吉安乡长杯第四年带来的羽球赛 看到选手们在羽球场上尽情的发挥 也看到小小孩到乐林以及银法族的尽情的挥洒 我相信这是一场快乐的分享 带来的互相努力加油打气的一个竞赛 我们希望吉安能够带来运动乡长快乐乐活 健康在吉安的最重要的一个导向 承办今年赛事的永贯羽球协会非常感谢乡长支持 让热爱羽球运动的民众有上场表现的机会 这次来参加吉安乡相长杯的羽球赛总共队伍有29队 选手有21位选手来一起牵出羽毛球 也很感谢游淑贞乡长大力支持羽毛球这项运动 今年的吉安乡相长杯羽球赛是第四届的 也是淑贞乡长支持羽毛球第四年的 非常感谢乡长大力支持羽毛球这项运动 有我们有分比较厉害的甲乙组 然后还有一个程度比较稍微弱一点的叫丙组 那我们为了要促进羽毛球活动 我们还特别增设一个叫做乐活组 让喜欢打羽毛球的但是程度可能不怎么强的 或者是新手的选手来一起参加 今年比赛共有29支队伍221位球友报名参赛 除了专业的甲乙丙组还有乐活组 要让更多喜欢羽球运动的民众都可以有下场比赛的机会 建议会既然相报道